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我是汪 歡迎回到 宰變市場 魔主生存 上一回 我們又打造了一些村民交易所 並且讓村民們被殭屍咬死死在復活他們 讓他們降下這個樣子 汪死下 又讓他們多死了幾次 我們現在就一起來看看 他們現在可以賣我們東西賣得多便宜齁 喔 我們木棒 只要賣13根就可以獲得一根綠寶石了 再來還有其他的像是這些 獵人村民啊 喔 一個綠寶石 兩個史萊姆球 通通只要一塊錢 火藥也只要一個就可以換出一個綠寶石來 往往就在獵人交易所的正後方 多放了一個箱子 我們現在綠寶石又獲得了補充 我們今天就可以繼續來看看 這個酷酷的藍圖桌跟腐化工作台 弄出來的模組職業村民 會賣些什麼東西吧 首先先來看看這個來自地獄的腐化工作台 因為它跟地獄有絕對的關係齁 汪就把它蓋在離地獄非常近的 這個島的這一端 那整體的設計呢 汪也不知道我設計的殺小 就都是地獄的材質 還在四個入口處放了 感覺像是墮落天使的 膜拜神像之類的嗎 裡面的內部設計的話 地板上就通通都是 熔岩地板上面放了 染色的紅色玻璃這個樣子 四個角落都有腐化工作台 那汪有發現啊 這個模組的熔岩塊 有一個非常特別的設定喔 就是如果 我把它放在水的旁邊的話 它會冒煙 所以汪就在 這個圓環的周圍啊 啊!我跑仙人掌上面去了 放上了小凹槽 我們來 撈一些水水吧 我們來讓這個看起來像邪教聖地的地方 冒煙煙吧 嗚~~ 它會冒煙煙欸 多了一種設計感 汪汪就讓這個奇怪的邪教圓環 周圍充滿著煙煙 接著我們就可以再來 把一隻村民 給送進來了唷 拿起我們的村民生怪磚 放置一下 喔!有一隻村民了 它拿到腐化工作台了 你會賣我 喔!我們要賣它的玄武岩 喔!我們可以跟它買下界磚欸 好便宜喔 然後汪汪的包包就立刻 被它們的地獄磚給塞爆了 二階段可以直接買到石英礦 三階段強迫我們賣它黑曜石 真討厭 四階段還逼我們賣它黃金衣 怎麼不去死一死 辛辛苦苦幫了你們蓋交易所 結果還要被你們坑你們最後一階段 最好給我好一點的東西喔 喔!好吧!它賣我這個唱片 你們全都是垃圾 但如果想開一點的話 我們的唱片應該是收集齊全了齁 我們就可以來 聽聽它的BGM 看看鳥鳥擺動一下 好啦! 最後一種模組村民啦 這個藍圖桌 汪汪覺得藍圖桌 感覺跟工業很搭的來對不對 我們就蓋在這附近吧 那蓋的材料呢 汪汪的石英 還真的挺多的 我們用石英來蓋吧 好的 汪汪就花了三個工作天的時間 把我那些石英好好的消耗一下啦 再正式給各位看看成果之前 汪汪要先來謝謝我的字幕師團隊 貝基兄以及雪隱媽媽 因為汪汪這三集一直都在蓋建築 雖然蓋的沒有很好看 但是也是花了很多的時間 每次交片時間都是凌晨 他們還願意繼續幫我弄字幕 真的很謝謝他們 那我們就來給各位看看 汪汪最後的交易所吧 這是一個在衛星發射站旁邊的 L型實驗室遺跡 整體的外觀就是用石英磚 以及稍微有點科技感的淺藍色玻璃堆漆而成 盡量不要讓它變得方方的 轉角的地方 汪汪用了這種有點圓弧感 比較有未來科技感覺的設計 那這邊的玻璃呢是垂直直接送灌下去的 就...我不確定這樣有沒有很有科技感啊 反正汪就這樣打造 並且讓他玻璃窗盡量不規則一點 都會在不同地區有不同的文物造型 那在水車這邊的接縫處呢 我讓他營造了一點殘破感的感覺 讓他真的很有實驗室毀壞殭屍末日的沉浸感 門口這邊的話 汪汪用了黑橡木柵欄以及地獄柵欄齁 剛剛獲得的這些地獄磚剛好用上去 就可以形成一個只有玩家可以通過的門這個樣子 這邊就擺放了很多藍圖桌 以及我們在這個模組發現的各式各樣沙發椅旁邊還有這些支架 但這支架不能擺放東西有點可惜 一些急救箱之類的 這邊有一個比較大的工作站 還有他們藍屏的電腦這個樣子 更多更多的沙發椅可以 其實這些沙發椅不是真的能做的 而是一個造型的感覺 不曉得大家還喜不喜歡這整體的設計 這邊可以看到我們的衛星發射站 有一個比較大的窗戶跟這邊 用各式各樣的木板封條給封印起來了 還用這一個 吊瓶架就是我們的吊點第一瓶 感覺好像是在抵擋爆炸地區的封條的感覺 而且樓梯走道的部分 我往還特別設計過喔 它下面是整片都是光源 非常花錢的一個樓梯 好我們可以來召喚村民了 村民村民快出來 這就是你的新家了 趕快去領下藍圖桌 有了他領了藍圖桌了 喔他的衣服好帥 喔我們可以給他買紅石類的東西是不是 喔我買紅石粉超多 我要立刻賣他超級多 那再來看看這些工程祭司 到底還會賣汪汪什麼酷東西之前呢 喔我們之前不是有跟各位說過 我們這個系列只要打完終界龍 就結束這個系列嗎 但是我們其實還有一種村民沒有看過 就是終界的村民 我們會需要獲得終界石跟紙破磚 才可以製作他的工作站點這個樣子 因此還請各位留給汪汪超過2000讚的喜歡 只要超過2000讚的喜歡 我們在挑戰完終界中之後呢 我們還會留下一集的扣打 來看看這個終界的村民究竟 會賣些什麼東西喔 汪汪的紅石粉 大概有這麼多磚 由於實在太多磚 汪汪所幸做了一個鑽石箱子 把他們通通都給帶過來 還放入了汪汪用剩的 這各式各樣的家具建材 好啦那我們就來 賣他們紅石粉吧 賣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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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用綠寶石換到漏斗 一個漏斗就等於五塊鐵 相當於我們用綠寶石買到了鐵 只是每次都要花七塊錢 所以大家都懂吧 跟昨天上一集做的事情一樣 我們要讓這些村民通通死過一遍 那這次應該就直接殺掉了 因為 欸不對 他好像可以活著 我只是需要漏斗的部分而已嘛 總而言之言而總之 汪汪想讓字幕司早點下班 所以我們跳過一些我們上一集拍過的片段 大家應該可以接受吧 喔 他變成村民了 剩你了 大師 大師快變吧 好 我們來看看這個大師 欸 欸 為什麼 欸 為什麼這個大師復活之後 保留所有的交易選項 上一集不是 會 欸 喔 總之 所有一塊錢 汪汪超開心 喔 喔 我不用重刷了 喔 我可以 我可以 買好多 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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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級多多的漏斗 喔 就這樣汪汪花了些許時間 把所有的工程師都練到大師等級了 汪汪才發現說 其實他們還有很多其他的交易選項 他們會賣發射器 投資器跟偵測器 欸 這個村民全都刷到是跟他買東西 但是 通通都只要一塊錢 啊 汪汪買了太多漏斗 所以他騙人五塊錢了 沒關係 等到隔天後 你就又是賣一塊錢了 汪汪只要花一天的時間 就可以跟所有的村民 買漏斗 買買買買到 我現在有這麼多漏斗了 每一個漏斗 都是五塊鐵 等於說汪用了一個綠寶石 跟村民買了五塊鐵 買了這麼的多多 大家可以幫汪汪計算一下 這邊所有漏斗加裝起來 總共是多少塊鐵嗎 汪汪超興奮的 那既然我們現在漏斗這麼多了 我們就可以來 再來 多還一個還債項目就是 我們之前有問大家說 要不要來給漁網 加裝個漏斗什麼之類的 大家給了汪汪一千八百讚 所以我們給他 通通都加裝下去 再來順便做一個鑽石箱子好了 我們就來 準備材料 總之先來繼續跟伐伐伐木工 購買好多好多的原木 來挖掘機這頭掏出庫存的鑽石 回到熔爐稍稍區 不做漏斗之後 汪汪省下了這麼多的鐵 還有黃金 以及旁邊箱箱剩餘的 還是很多的玻璃 分解個木材 製作大量的箱箱 鐵圍一圈變鐵箱子 黃金圍一圈黃金箱 最後玻璃上下牌 中間穿插上鑽石 就是鑽石箱箱囉 一次做八個 材料準備完畢 我們就可以來幫這些魚網加裝上 漏斗與箱子囉 那我們先來看看內部 喔 它又被塞爆滿了 我們可不可以用搬箱子模組來 喔 我們可以把它搬出來喔 它裡面的東西 喔 都還在 只是顯示不在而已了 那我們就挨個把它給 喔 它又顯示出來了 挨個把它給搬出來 通通搬出來後呢 我們在它的下面稍微挖一挖挖出個第二層 大概就像這樣子 底端插入鑽石箱箱 如果想加個保險的話 我們再來加一個地板門好了 喔 不 地板門把箱子弄爆了 沒事 大不了不做遮擋防護 我們就沿著這個鑽石箱子 放置出好多好多 接著它的漏斗 就可以再把我們的魚網 給放到這些漏斗的正上方囉 我們來看看它的物資 喔 有在往下傳遞喔 箱子裡面 確實的補充到了物資 生餘空隙的部分可以不用遮起來 但是汪汪選擇用白色玻璃做一下遮擋 如此一來 我們今後就再也不需要 一個一個濾網慢慢看 而是只要看底端的大箱子 就可以看到我們所有的掉落物囉 那今天這集汪汪就是蓋完了 所有模組村民的村民交易所 現在這個島上再也不荒涼了 而是充滿著 哦 我的伐木工變殭屍了 啊沒有關係 我再救它就好了 而且還獲得了超大量的漏斗 超開心 那今天就這個樣子 留言說 我愛末日研究所 感謝各位收看 B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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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BLA 訂閱汪汪 大讚汪汪 統爆鈴鐺 監視汪汪 覺得香香 記得分享 協助汪汪 煮鍵母湯 Muha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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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